我們常說生命會自己找到出口 面對美國半導體的出口管制 美中臺三方業者 現在看了也找到了另一條出路 包括中國業者找台積電 代工晶片以及輝達賣到中口的晶片 現在都透過了降規 或是繞島的方式來規避美國的禁令 美國的晶片禁令當中 針對運算速度的限制是每秒六百GB 那麼根據英國的金融時報報導 阿里巴巴和新創IC設計公司 他們叫做避任科技 在美國的禁令宣布之後 他們調整設計了 也就是主動降低先進晶片的運算速度 從每秒六百GB以上降到每秒五百多GB 以迴避整個制裁 外傳兩家公司找台積電代工 台積電要求中國客戶自行公佈產品規格 證明是符合美國規定 並且簽署免責聲明 否則無法出貨 那路透則是報導了指出說 輝達將會在中國推出運算速度 每秒四百GB 符合美國憲令新款的高階晶片 A8版 預計第三季雷投產 會用來取代現行運算速度每秒六百GB 並且禁止出口到中國的A100晶片 這是中國首次替中國生產部違反 美國禁令的高階晶片 那除了降規以外 部分的中國業者也採取繞道的策略 他們將原本單科的高階製程設計打散成多科的成熟製程 來規避美國禁令 未來就看美國會不會擴大防堵不破網 上至太空探索 下至分子生物學 當代從科學研究到科技應用 全都脫離不了數據 演算法和運算主理能力 集三者之大成才誕生的AI人工智慧 更是美國全力阻攔中國超前的領域 中國政府毫不受限 唾手可得的14億人口海量數據 成了中國發展AI最雄厚的資本 智慧機械 無人載具 先進綠能技術 AI 渴望成為所有朝向未來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基礎 但美國卡住晶片供應 讓既有數據也不缺工程師開發演算法的中國 被掐住了推進AI研發所需的運算力 拜登政府10月發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直指中國共產黨是唯一有企圖也有能力 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 所有共享自由 民主 人權價值的國家的競爭對手 英國資通訊情報首長同樣對中國科技滲透發出警告 科技戰說白了也是資本戰 美國科技創新大多來自學界與民間企業 但面對中國政府傾注舉國之力 可以推動半導體等關鍵領域發展 拜登政府一面前置晶片出口 延長美國佔據領先優勢的時間 一面以接連出台晶片法 降低通膨法 開始嘗試以國家資本帶動發展不足之處 矽古知名創投家科斯拉認為 未來二十年基於美中不同價值體系 形成的企業陣營將會在全球互相對抗 隨著中國跨入習近平獨攬大權 藝人專政的時代 在他對外一貫的強硬立場下 美中科技的硬脫鉤恐怕將越演越烈 近新聞 劉立真 翁林錫 報導